本季浪姐最有争议的姐姐非余文文莫属了 宁静说她说话过于直爽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怼人 那英哲说不了解她 维吾拒绝了和她的合作 第一期节目播出以后 余文文的口碑应该是30位姐姐里最惨 但在第三期播出以后 她的口碑却开始大反转 不仅参加节目的姐姐都开始喜欢她 观众也纷纷对她由黑转粉 我觉得原因可能有以下这么三点 第一 她有非常稳定的自我评价系统 在队长的竞选环节 她说她会在专业上尽力的帮助大家 其他的爱干嘛干嘛 很多人说她情商低 但我觉得她其实真的蛮真诚的 也蛮自信的 一两句话就把自己与人相处的方式和借鉴表达得很清楚 在职场上 真诚是避免争吵的底线 而自信是事业成功的基石 以前啊 有人在节目里批评她唱歌没有层次 像小学生念课文的时候 她也表现得很淡定 我刚刚有两个音跑掉了 如果说是我的唱功还需要加强 那我会接受 但如果是别的 那可能你的看法仅仅于你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有一套非常稳定的自我评价体系 不以外界的声音作为规范自己的标准 我觉得还蛮赞 第二 她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在宁静和纳英都不想选她当队长的时候 大家也觉得非常尴尬 约文这表现得很淡定 说她不是来社交的 她是来搞事业的 在进到宁静的族以后 她也没有花费功夫去讨好宁静 而是帮助宁静去抢队员 去拿结果 深深地从纳英所里抢走了张强 作为队长 她主动向节目组争取舞台创新的机会 耐心地教主员学习乐器 在歌坛前辈张强吐槽 这歌词太难记不住的时候 她想各种的方法 王张强解决问题 在整个的过程中 她完美地展现了领导该有的担当 和沟通协调能力 同组的王子权和张力都说 感觉有余文文在 心里是特别踏实 搞事业的余文文 还真的太美丽了 第三 她的情绪特别有点 在被人当面表达不太喜欢自己时 她还不争不理不得 在队员觉得 歌词太难有情绪的时候 她没有情绪 积极地解决问题 她比较失利的时候 作为队长的她 不责怪队员 反而安慰她们 在余文文身上 你能感受到 她越人越舍 不慌不躁 任性始终保持宁静 平坏 被人喜欢不较强 自己的实力足够强 自己喜欢自己 那才是真的强 这样的余文文 我觉得还蛮酷的 你觉得呢 我是少年的你 听听别人的故事 看见自己的云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